下面我们将要学习一种程序调试的方法 程序调试呢 就是通过测试程序 找到里边发生错误的位置 比如说现在我们写的这段代码 那么我将会对它进行一些破坏 让它的这个结果呢 发生错误 然后呢 我们去尝试找出它错误的位置 好 我们先把这个程序的数组的长度呢 该短一点 这样我们调试起来呢 速度比较快 我把速度的长度呢 改成了2 下面呢 我来运行这个程序 请注意 这一次运行呢 是正确的结果 我会输入两位同学的姓名和分数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平均分 第一个同学呢 我们输入爱丽丝 分数呢 我们给它输入一个60分 第二位同学呢 输入Tom 分数呢 我们输入80分 然后我们看到了总分是140分 而平均分呢 是70分 这个结果呢 当然是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修改这个程序 让它出错 那么我们改一个容易发生错误的位置 就是这一句 sum加等于scorei 那么这个加等于的运算符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误写成了复值运算符等号 那么这个时候运算的结果当然会发生错误 我们再运行一次 还是输入刚才两位同学的信息 爱丽丝 考了60分 Tom 考了80分 这时候我们发现呢 总分变成了80分 而平均分呢 变成了40分 显然这里边发生了一些错误 当程序发生错误以后 我们可以使用调试的方式 把错误的位置找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在程序可能发生错误的位置呢 添加断点 比如说这个负循环 还有后面的 求平均值的这段代码 我们在负循环里面呢 添加一个断点 添加断点的方式呢 是在我们准备添加断点的这个行上面呢 最左边 灰色的位置双击 这时候呢 左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圆 这就是断点 也可以使用快捷键F9 F9可以添加或者删除断点 设置好断点以后 就不要再使用直接运行的方式来启动程序了 我们使用调试程序的快捷键F5 好 我们下面呢 接受用户输入的信息 先是Alice 60分 然后是TOM 80分 交回车 请大家注意 程序呢 在我们刚才设置断点的这个代码行上呢 停下来了 停到这以后 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信息呢 请看左下角 有一个局部变量窗口 在这个窗口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声明的这些变量 目前的值 比如说 现在的SUM 它的值呢是0 这是它的初始值 数组Score 我们把它展开 我们会看到两个数组元素的值 60和80 通过这一点 我们知道用户输入的两个分数都是正确的 我们都已经正确接收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找这个错误的位置 下面我们要做的是单步执行 单步执行的快捷键呢 是F10 我们按一下F10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黄色的突出显示的这个代码行呢 跳转到了下一行 再按F10 当然这是一个循环 那么就执行到了++ 请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几个变量的值的变化 变量SUM目前的值是60 这是第一个分数 这是第一个分数 累加进去以后的结果 接下来再按F10 判断长度 然后呢 再进入循环 下面要做的是累加第二个值 再按F10 执行过以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变量SUM的值是80 这个显然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知道两个值分别是60和80 他们累加以后的结果呢 应该是140 可现在的值呢 是80 那就说明这个累加的代码呢 发生了错误 我们就检查这个累加的这行代码 就会发现原本应该写成加等于的运算符呢 被写成了负值运算符 这样呢 错误的位置呢 就找出来了 好 我们停止调试 找出错误以后呢 这个错误呢 我们对它进行修改 之后的结果就应该是正确的了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 调试程序的这些快捷键 那么设置断点的快捷键呢 是F9 F9可以设置断点或者取消断点 调试程序的快捷键呢 是F5 F5呢 可以启动调试 或者我们点这个按钮也可以 这个绿色的小三角 还有一个是单不执行的快捷键 那么它是F10 F10是单不执行 好 掌握程序调试的技巧呢 可以方便我们找出程序中的错误 那么这个技巧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